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选一只李宁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之前做节目也提及过 要推行经济 这个购物园也提及要推行消费 在消费之下有两大主题 之前开过会议是如何出现的 汽车、新能源车 比较好一点 另外一个就是加电 我觉得是比较大potential 如果要再数下去消费是什么呢 我相信体育用品是其中一个有机会受惠 一个大主题来说是受惠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公布完第一季的经验数据 相对上是不错的 也有一个不错的温和增长 而且你对比安答来说的增长是强些 所以如果你选择的话 暂时就先用李宁 就算是安答夹一颗头 好像比李宁好一点也好 暂时就先用李宁 我们先看看它的经验数据 你看到铜电的表现来说 Overall 2-3成 零售方面的也是2-3成 批发渠道1-2成左右 低段增长 电商其实是做得比较强 有3-4成的增长 这是铜电销售的表现 铜电销售方面的表现是如何呢 其实铜电销售不是差太远 都是2-3成的增长左右 所以你会见到 Overall 2-3成的增长 可以保持得到 有点不错 另外一点我特别想提提 就是它做一些渠道方面的整固 它的消灶点 其实它只减了63个 但要看它的breakdown 如果你看到零售 其实它增加了12个 而它就减了一些 批发业务的点 减了75个 所以变成了减了63个 其实在这些相对上 又不是很快的环境 其实它可以保持到一个 相对上温和 也算是高高的 又不是很高的一个增长 但2-3成算都不错 但你要留意 它未必是等于收入和盈利 这个是说到同店的增长 这个要留意 好在好在好在之处 其实它真的看着这些市道之下 它真的懂得去做一些渠道的调整 它不是好像以前那样 所以你就是很依靠渠道 现在它是很自己去开点 另外就继续是大搞电商那方面 而电商那方面 又看得到 其实都是被它搞得到的 也就是看得到那方面的增长 的momentum 其实是保持得挺好 挺不错 所以如果真是去抠一抠 这些比较进取的去选择 我觉得李宁又可以去看一看 还有第三点 为什么可以去抠一下李宁呢 你看到它的走势来说 现在就整固完一轮 看看它能不能够做一个突破 如果它真的能够向上突破的话 你短期就去到70元这些水平 现在就61.9 反而不需要放得太远 因为这个市况其实都不太走 你放回去3月 这些4月之前做过一个低位 在55.75 这个水平的话 如果真的失踪的话 我觉得都应该要走 上网你就先看着70元 不要说放得太远 就算是止蚀 我明显如果真的记得找 我才再压回